佩慈從小就覺得他比我漂亮 你比他漂亮對不對 不是 我只能說我們是不同類型的 佩慈在心裡自己有一個排行榜 就是他排第一 然後大S第二 對 能跟我競爭的只有大S 對 妳呢 我沒有 他都一直覺得我就是一個 不是美女 對 是諧星 不只美貌能和大S競爭 吳佩慈的感情路也精采的不遑多讓 吳佩慈近日替閨蜜小S宣傳新歌《難得現身》 他2014年初替大陸富商男友季曉波生的女兒後 年底就宣布全面退出演藝圈 男人至今育有四個小孩 吳佩慈卻始終進不了豪門 仍是單親媽媽 被不少網友嘲諷是聲譽機器 面對這一切他怡然自得 但估計所有人都想知道 他現在這樣真的甘願嗎 吳佩慈在你們學校的時候 有逼你們出風頭嗎 他那時候是轉學生 然後我還記得佩慈一踏進教室 然後我跟我姐就立刻 我姐就立刻說 妳看一看這裡的還蠻正的 把他罵入我們旗下 吳佩慈從小就長得漂亮 和大小S 阿牙等人獨華鋼時 就在兼差當模特兒 19歲正式出道 而說起她的個性 身邊的朋友們 是這樣形容的 傻大姐 講話白目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學校有人愛戀他嗎 沒有人敢 我就想說為什麼佩慈那麼漂亮 沒有人喜歡他 因為他嘴巴太可怕了 而且後來發現 他整個行為很靈媚 大餅講他考試那一次 這件事情真是百數不厭 因為真的 我們想到最後要倒吸口氣 有一次我們表演課的時候 老師要我們考試的題目是 有一座獨木橋 中間有一條蛇 你要怎麼過去 那大家都很努力表演 很少有人刷寶 連CD我記得 他也是爬到中間 還這樣倒過去 結果你知道吳佩慈 他就這樣 哇 獨木橋耶 我最喜歡獨木橋了 然後就過場 哇 有咬水 你要不要跟我做朋友 然後水就咬他 他就 竟敢咬我 其實我一直不想說 然後全班都下了後座三部 然後表演老師問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轉學這件事 還剛轉進 所以他根本就在他惡演是不是 他就演美少女戰士 而且他就在台上演完了整套變身 讓我代替原來懲罰你 我們都沒有人敢叫他下來 就大家都傻了 一次他去按摩室有沒有跟你講 說他跟大姨兩個人去 就是那個盲人按摩那邊按摩 然後就是在那按摩室 就突然他媽媽就打電話來 他就說 喂 媽媽 我們在這邊給蝦子按摩啦 我解說他整個背都僵了 想說 越愛越僵 不想訂閱師 不想說 怎麼這樣講 不要講一下 我好丟臉喔 不是故意 他本來就是那樣 他平常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姐妹當中 竟然還有一個更白目的 他有一天竟然跟大姨說 我跟你講 你這個皮膚喔 就是歐霸底 對啦 所以說 不是他在路上跟我大叫說 徐夕遠 我覺得你好可憐喔 你媽怎麼幫你生成歐霸底啊 然後我就 鄭妮她就已經想說 算了忍住忍住 佩慈平常講話就是比較白目 她就說 像我一生出來就是白 我覺得身成歐霸底真的很可憐 我好怕我嫁錯老公 是一個歐霸底小孩 就是一個歐霸底 都歐霸底實 然後我就這樣子 手就捏起來 然後我就好想把他推到馬路 中間給出擊 我佩慈很誇張 如果看舞台劇悶的話 他就會以為大家都沒有聽見 因為你知道他常常陷入一個 自己的世界 他就會說 徐夕 這舞台劇也太難看了吧 然後因為舞台劇 你像他有多安靜 對 然後我就會說 佩慈 佩慈 小小一點 旁邊的人都可以聽到 他說 徐夕 你看看他好辣 然後我就會一直 一直掐自己 但是掐自己的同時 吳佩慈也會過來 就是一直掐你說 好辣 我要走了 我要住了 不過這樣的他 卻是公認的孝順 連吳佩慈自己都說 我沒有什麼優點 除了孝順之外 很優勁啊 我常常跟他們到 就是我們去玩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就立刻灌兩杯 我就自己乖乖上去 然後就坐計程車回家 對 就姐妹才 姐妹才剛集合完整 她就說 我今天要回家 而且就說走就走 絕對不會就是 真的耶 在裡面好像賴著不走 拜託我已經26歲 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 對 所以妳講出這個 拜託我已經26歲 妳心裡其實很害怕嗎 很害怕 非常害怕 怕什麼 妳媽會罰妳嗎 不會但是 因為我可能就是 不想她心情不好 很在乎 所以妳如果說 我已經26歲 然後妳媽就哭了的話 妳以後就再也不敢定妝她了 她倒是不會哭啦 但是她就是 裝作沒聽到 下次又一直奪命連環扣 我沒有辦法不接我媽的電話 因為我媽會一直打 就不接啊 關機啊 我沒那個種 她沒有那種 我不敢 我不敢 佩慈竟然是這種咖 她是這種人啊 我剛剛聊天了解 妳會覺得怎麼可能啊 好鬧喔 披著狼皮的羊 就是啊 不要在外面不是很囂張嗎 對喔 這位披著狼皮的羊 會被這麼保護 全因為她也算是個富貴小公主 家境幽默 十七歲的生日禮物 就拿到啪的包包 連傷個康熙都不得了 以珠寶來看 吳沛詩比較厲害嗎 今天的話 今天的話 那應該要十幾萬吧 這要350萬 對 妳今天還踢館啊 妳叫什麼 手上也要快接近200萬 妳是為了上節目而戒的嗎 沒有 因為他們說今天有珠寶 所以我想說這樣就太糗了 結果沒想到 而公主在找對象時 看起來並不願意委屈自己 連來匪文男友都非富即貴 十九歲剛出道時 就與當時的專輯製作人 張宏亮傳曖昧 之後與大十歲的餐廳老闆TED交往三年 2005年跟TED分手後 則改跟林志玲前任 James拍拖 因為聚少禮多而分手 沙龍帕斯小開 所以呢 怎麼樣 正在交往嗎 她家真的是賣沙龍帕斯的嗎 我也拜託放過我 為什麼 沒有 為什麼沒有放過你 我覺得應該算是就是 我覺得交朋友是件很好的事情 然後我也一直就是 其實蠻少有機會認識別人 對 所以我很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 所以還是 好 我們這樣幫你搞砸就對了 對 還是想要 反正你可以免費拿沙龍帕斯吧 沒有 我跟你講 要多少有多少 真的嗎 真的啊 好 很好 那年07年 他被抱與沙龍帕斯小開 十明天交往 南方還為他反抗父母 可惜只愛了一年 就草草結束 那個吳沛茨最近的緋聞 也是跟你們報告過的 報告過 碰過很多次面 所以那一位先生 真的送他很貴的鑽石手 我到現在還沒收到 我簽訂了 還沒收到 對 所以還沒有機會 你說鑽石什麼 就生日禮物 就錶 鑽錶 對 我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還沒收到 收到在寶刊欄給大家看 他為什麼知道 而我不知道 因為記者寫的 你要問我說 你根本不關心 吳沛茨的新聞 記者都知道 你竟然沒跟我講 2008年 吳沛茨與飛機上相識的 馬來西亞富商 Peter Chen交往 他是保利伯娜 和海蝶唱片 兩大公司的海外投資商 身家至少超過一元人民幣 吳沛茨曾一度宣告 他是理想的結婚對象 然而相戀四年後 傳出他因為隱瞞 與男演員合拍大尺度戲份 讓男友氣到與他分手 我這杯子好像沒做 我什麼瘋狂的事 吳沛茨接下來的人生 對許多人來說 或許就有點瘋狂了 2013年他承認自己 懷了紀小波的孩子 紀小波是大陸人 在香港、澳門、白收起家 同時投資礦業、環保事業 和房地產等 作用百億台幣資產 知道女友懷孕後 紀小波也到台灣見過女方家人 並送上10.6克拉的鑽戒 當時吳沛茨甜蜜的對外表示 我懷的應該是女兒 不過男友說 我們家只會有一個公主 那就是我 更強調 會等到完全瘦身後 可以塞得下漂亮婚紗 我才要嫁 未婚生子 不是我會走的路 之後六年間 他不停的懷孕生子 最終生了兩男兩女 而他只要每生一個 網友總是會問 紀小波肯娶你了嗎 反觀紀小波則是非文不斷 似乎不把吳沛茨放在心裡 更有爆料 男方曾說 孩子可以生 但結婚不可能 因為吳沛茨真的算是 非常勤勞的人 他在他自己生日派對 因為那天舉辦了 法國 公廷室 馬力皇后的生日派 台北好弄那個 法國公園衣服嗎 非常辛苦 那一次結束之後 我想說 這輩子不會再這樣整我自己 還要戴大假髮 對 大假髮 大膨膨裙 而且是大概有三十個人 台北不多 面對這一切 吳沛茨總是一副 你誤會了 我很幸福的樣子 其實就算沒有那張結婚證書 在男友的加持下 外傳吳沛茨身家 高達台幣232億 比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還高 曾在39歲的生日派對上 用昂貴的白松露片 當雪花灑在身上 更花了40億元台幣 為準婆婆打造水晶巨龍裝飾 只是今年紀小波接連傳出欠債消息 去年還捲入了澳門洗米華涉嫌賭場罪 儘管發了聲明否認 但看看這一年來 吳沛茨變得格外低調 難免令人起疑 財務確實有狀況 總之不管如何 人生的路都是自己選的 外人也不好多說什麼 最後就用王思聰的話來作結吧 加油單親媽媽